第一条内容是在今年凌晨3点20分 今年的第11号强台风海魁 在浙江省的三门湾北侧的 象山线的赫浦镇沿海登陆 在登陆的时候 近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4级 带来了急风骤雨 从周一晚上的8点到今天早上的6点 浙江宁波的象山 宁海 还有台州三门的降雨量 已经达到350到434毫米 海魁登陆之后 继续地向西北方向移动 其中心位置一路穿过绍兴杭州 明后天将在苏浙晚三省交界处徘徊 海魁今天下午的4点 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 这也是最近5年来 第一个登陆浙江的台风 国家减灾委 林郑部 今早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为确保人员安全 海魁登陆前浙江的台州 宁波 杭州 嘉兴等 6市37个县区市 紧急转移155万人 上海也转移彻底了有37.4万人 并且启动了自然灾害救助的应急预案 三级应急响应